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地平面估算将路径投影到伤围空间中 让无人机进行自主跟随 同时 无人机会根据深度预测模型来估计前方深度 并根据分割区判断臂障方向 无人机在碰到转角时可持续跟随 即便面对90度之转角亦可持续跟随道路 发现前方树重影响跟随 持续进行避障以避开树重 完成一公里航程 影片展示了无人机于苗26山区道路进行自主跟随之能力 鉴于安全因素 无人机将在道路旁的空地上起飞至5公尺高 另一靠本基数引导回道路上进行跟随 发现前方树重影响跟随 持续进行避障以避开树重 完成一公里航程 目前已完成不同地点各5次以上 支持地场域技术验证 在7公尺跨的道路上 皆可顺利完成一公里的自主跟随 别有85%以上的时间都在中轴线一公尺误差内 平均误差为0.55公尺 影片展示了无人机基于景美溪进行自主跟随之能力 由于河流上不能起飞 无人机先在景美溪旁的道路上 起飞至40公尺高 并飞往景美溪上开始进行河流自主跟随 无人机透过河流与翼切割模型找出河川位置 并透过中轴线路径规划找出航点进行导航 卫星地图上显示无人机的视野范围 河川转折点与初始飞行路性 透过导航点更新飞行路径 使其能更贴近河流中轴线 由于运算资源有限 无人机跟随导航点时 将不会进行河流与翼切割模型 等到无人机接近导航点后再重新运行 受到河流反光影响 采用初始飞行路线跟随 受到南桥遮盖 采用初始飞行路线跟随 完成一公里航程 影片展示了无人机于台南郊区河流 进行自主跟随之能力 由于河流上不能起飞 无人机先在二人溪旁的公园 进行起飞至25公尺高 并飞往二人溪上 开始进行河流自主跟随 由于二人溪本身的河宽变化较为剧烈 因此本技术将根据河宽动态 再调整高度 抵达折返点完成750公尺航程 进行折返 完成1.5公里航程 完成1.5公里航程 目前已完成不同地点 各5次以上支持地场路技术验证 皆可顺利完成1公里以上的自主跟随 可依任务需求横面宽度来动态调整飞行高度 增加任务应用多元场域之韧性 技术成果总结 本计划已完成道路与河流等不同地点长域 多次实际自主导航可重复技术成果之验证 可以确认具备技术之韧性与成熟度 同时本技术为AA软机技术 可通用搭配任何无人机载具 本计划通过无人机拍摄台湾各地道路 与河流浮视角影像 其中包含了不同气候、高度、拍摄角度之影像 并对影像中道路与河流云获进行资料标注 目前道路浮视角影像收集了1万张影像 并完成标注6000笔影像 合流浮视角影像收集了7000张影像 并完成标注1500张影像 以完成本云度所设定之计划目标 预计将于8、9月时上下至国王中心通常平台以及GeeHub 本计划以自行标注的道路 合流浮视角影像资料及进行道路 合流于一千个AI模型的训练与验证 并将一千个AI模型应用于实地场域验证进行测试 在前段的实地场域验证展示影片中可以发现 训练出来的模型都可以很好的预测出 影像中的道路、合流、轮廓 帮助无人机进行自主跟随 预计将于9、10月上架至国王中心共享平台及GeeHub